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科技大哉問 我是比里 我是曲伯 相信各位都知道最近半導體的產業大事 其中一項就是鴻海買下了望虹的六吋廠 這件事連鴻海的董事長都說是鴻海跨入半導體的第一步 曲伯 可以先看各位介紹一下望虹六吋這個晶圓廠嗎? 聽說它的設備在半導體廠中算是老舊的 對這個目前的晶圓廠主要就是6吋的晶圓廠 8吋的晶圓廠跟12吋的晶圓廠 那麼以成本的結構來說 這個6吋的晶圓廠 它不只是設備很老舊 事實上它做出來一個晶圓上面的晶片 數目也不多 所以平均下來了 每個晶片的成本就比較高 所以嚴格講起來 6吋晶圓廠是不容易有競爭力 主要就是看你今天做的是怎麼樣的產品 望虹因為他們早期做的都是記憶體類的產品 那麼記憶體基本上 一定要用8吋甚至12吋晶圓才會有晶圓力 所以望虹的6吋廠當然對它來說已經沒什麼價值 所以它想要賣掉是正常的 晶圓廠裡面的製程主要有五大類 第一個就是光學微影 也就是大家常聽說的深紫外線DUV 或者極紫外線EUV這一類的光學系統 它是晶圓廠裡面最重要 然後也是難度最高的設備 第二個就是參雜的製程 那麼參雜就是指在半導體裡面 參一些不同的原子 主要就是讓這個半導體變成N型或者P型 至於什麼是N型P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來介紹 那麼第三個就是石刻的製程 就是把半導體晶圓表面刻出你要的結構 第四個是薄膜成長 就是在這個晶片的表面 長出一個你要的薄膜結構 最後就是所謂的化學機械研磨 就是把這個晶圓的表面凹凹凸凸的結構給磨平 那因為所有的晶圓廠不外乎都是這五大類的設備 所以這個鴻海跟望鴻買了這個六吋廠之後 他還是可以沿用這樣的設備去做這個半導體的製程 其實鴻海、劉揚偉董事長有說到 他們買下這座廠 主要將會是發展第三代半導體 會是發展近期這個最熱門的碳化系嗎 我看到的報導確實他是說要做碳化系 那這就有趣了 因為碳化系目前最成熟的晶圓尺寸剛好就是六吋 所以他買六吋廠 然後用這個舊的設備來生產碳化系的晶圓相關的製程 這個感覺起來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台灣在第三代半導體的發展算是落後 但台灣有不少廠商都已經有在發展 像是太極、漢磊、佳晶 對於半導體相對陌生的鴻海這麼做 有辦法追上他們嗎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太極、漢磊跟佳晶 雖然他們都在做第三代半導體 但他們做的東西其實並不一樣 其中這個太極 它主要是在 長晶磅切晶圓的 其實是最困難的一個製程 第二個加晶呢 它主要是在晶圓的表面呢 長一層薄薄的 單晶薄膜 也就是讓原子排得很整齊 這個我們稱為 雷晶 加晶主要是在晶圓表面 長雷晶的 那麼漢磊呢 它主要是在晶圓跟雷晶的表面呢 成長所謂的原件 也就是所謂的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長效電晶體 就是各位常常聽到的MOSFET 所以這三家公司 雖然都在做第三代半導體 但是其實 他們做的東西並不相同 都是碳化系 一個是長 晶磅切晶圓 一個是長累晶 一個是做原件 這三個不太一樣 鴻海當然相對是陌生 因為鴻海以前都是做系統組裝 面對這種半導體製程 那當然他是不熟悉的 所以他買下這個晶圓廠之後 我認為他接下來要做的事 就是引進技術 引進技術的方式很多啦 當然可以跟人家合作啦 可以用錢來買技術 甚至可以直接從國外的廠商 導入技術 幫他們做純代工 這都是有可能的 剛剛你有提到 台灣在第三代半導體發展是落後的 沒有錯 雖然這三間公司都有 號稱在做 但是跟國外 國外的廠商 例如說 CREA 26 還有ROM 這些公司 其實都有很大的落差 就是我們必須要努力追趕 那鴻海發展第三代半導體 為的目的是什麼 是不是跟他們之前發展的 MIH電動車平台有關係 第三代半導體在電動車上面 是做什麼用呢 第三代半導體 主要就是做這個 電源供應器 什麼是電源供應器呢 主要有四種 第一種呢 把交流電轉換成不同電壓的交流電 這個我們把它稱為 變壓器 Transformer 第二種呢 就是把交流電轉換成直流電 這個我們把它稱為 整流器 Ratifier 那各位記得 一般我們家裡面牆壁的插座就是交流電 我們的手機 筆電呢 都是直流電 大家有看到我手上這個 我想各位一定不陌生 天天都要用 這個就是標準的整流器 這邊是交流電 接到牆壁 這邊出來的是直流電 就是 整流器 那麼第三種呢 叫 穩壓器 Regulator 穩壓器是把直流電轉換成不同電壓的直流電 第四個呢 就是逆變器 Inverter 它呢是導過來把直流電轉成交流電 剛剛我們說呢 把交流電轉成直流電的 叫整流器 那麼導過來把直流電 反過來轉成交流電 剛好相反 所以稱為逆變器 主要是用在太陽能上面 不管哪一種在這個電動車上呢 都有需要 所以呢 第三代半導體主要就是拿來做這些電源供應器使用 剛才講到碳化器製程 其實是用成熟製程 而我們處理器製程使用的是先進製程 是不是其實代表 碳化系的製程 很簡單呢 事實上呢 並不是這樣子的 我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 機體電路呢 主要分三大類 第一類呢 我們稱為數位機體電路 他主要是拿來做運算 譬如說 我們的處理器 通常啊 電壓越小越好 因為電壓電流越小 他就越省電 所以他的 元件做的越小越好 所以現在呢 已經做到10奈米以下 第二種啊 類比機體電路 他主要呢 是拿來做 放大訊號的功能 放大訊號的意思呢 就是把電流電壓放大 因此呢 他的這個功率會比較高 通常用的製程 就比較大 譬如說呢 100奈米左右 最後啊 第三種呢 稱為功率機體電路 功率機體電路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電源供應器 他是在做電源轉換的 他呢 通常啊 要承受 比較大的電壓電流 也就是大的功率 所以呢 他一定是要用比較大的製程 大約呢 就是1000奈米 也就是1微米左右 所以呢 先進製程有先進製程的用度 成熟的製程有成熟製程的用處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 並不是 成熟製程就比較簡單 尤其是電源供應器 功率的機體電路呢 他為了要承受大電壓大電流 所以通常呢 要修改這個 原件的結構 讓他能夠承受更大的功率 這個在技術上呢 反而是有困難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呢 國外的這幾間廠商呢 領先台灣 主要就領先在這裡 那我們剛剛談到了 先進製程 中芯國際在近日發布了第2季財報 證實了14奈米跟28奈米的設備 遭到美國政府卡關 而因此有延誤 聯合首席執行官呢 更直言 在晶片製造業方面 不存在的 所謂的 彎道超車 相反的 之前我們有提過 三星搶先一步導入 GAA製程技術 想要藉此彎道超車台積電 這個和剛剛我們講的 中芯國際說法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徐波 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首先 中芯呢 他們的製程設備 被美國卡關 這個對中芯來講影響很大 那實際上因為 中芯呢 已經可以做到14奈米的 製程 那麼只要他們相關的設備 能夠順利的拿到的話 他的產能拉起來 大家都知道 大陸已經決定 要在2025年之前 把這個70%的機體電路 全部國產化 這個對台灣的影響很大 因為台灣的 晶圓代工廠 特別是成熟製程的代工廠 其實很多的訂單 都是大陸的訂單 看起來 這樣被卡關之後 大陸在2025年要達到 70% 的機體電路 國產化這件事 應該是做不到了 相對之下呢 當然對台灣的 這些成熟製程的廠商呢 就是個好消息 也就是呢 在3到5年內呢 大陸的晶圓廠 要把產能做起來 會有困難 再來就談到 中芯國際的執行官啊 他說呢 晶片業不存在 彎道超車 而這個三星呢 卻搶先一步導入 GAA 不停的放話 要彎道超車 乍看之下 這個三星好像比較厲害 可是實際上 我個人認為 剛好相反 在晶圓製造這個行業 我們怕的是 是內行人不是外行人 中芯國際的執行官說呢 不存在彎道超車 這代表他是內行人 代表呢 他對這個東西是熟悉的 而他說這句話也是事實 三星呢 動不動啊 要喊著要彎道超車 其實這個很容易 不小心就甩車 GAA製程 我們之前介紹過 他的製程難度非常高 所以將來三星 一定會面臨良綠的問題 基本上呢 他要靠這個元件來彎道超車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困難 中芯呢 他們至少 認清了事實 他不知道說呢 沒有彎道超車這件事 所以我常聽到很多人在講說 要彎道超車 尤其是大陸的一些 半導體業的名人 其實我聽到這樣的話 我反而不會緊張 因為我知道 這個是外行人 隨便講講 但是呢 我剛剛說了 我最怕的就是這種內行人 中芯國際的執行官 那這個內行人代表呢 他知道 半導體業的製造呢 必須一步一步慢慢的 從基礎 往下扎根 當然啦 最後呢 因為他們拿不到14奈米跟28奈米的設備啦 這個對台灣的這個成熟製程廠商是好消息 也就是說呢 他還必須要再依賴這些台灣的晶圓代工廠更長的時間 所以可以說彎道超車就是一種行銷手法了 對啦 你也可以把他當成就是 嘴巴講好聽而已啦 但是實際上沒有這回事啦 晶圓代工跟製造 他是非常 扎實的苦工 大家不要看這個台積電好像能夠做到這樣子的良率 是非常 輕鬆的 事實上絕對不是 裡面的工程師是花了非常大的工夫 在做這件事 所以他是 辛苦了 很長的時間 才有這樣的代價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在這邊 想聊什麼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